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无意中发现老公胡伟的钱包里 有一张婴儿的满月照片 起初我还以为是女儿的满月照 我还满心欢喜 但多看两眼却发现根本不是我们的女儿 是一个看着陌生又熟悉的男孩照片 我拿着照片问胡伟 这是谁家孩子的照片 怎么会放在你的钱包里 胡伟满脸诧异 拿起那张照片 本家大哥儿子的照片 怎么会在我这里 一定是我妈放的 你也知道 我妈喜欢男孩 可能就是想讨个好彩头 让咱们再生个儿子 老婆,你别放在心上啊 有个温柔体贴的老公 我觉得自己的婚姻挺幸福 当然不会把这样的小事放在心上 那张照片也从胡伟的钱包里消失了 但过几天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那张照片却从胡伟电脑桌的抽屉里掉了下来 不愧是本家兄弟的孩子 跟胡伟长得真相 就是跟我家女儿也特别像 准备把照片放回抽屉 却感觉这照片的厚度让人不舒服 认真的看了一下 慢慢揭开 又是一张照片 熟悉的院落 熟悉的脸庞 婆婆抱着一个似乎刚满月的孩子 我的丈夫胡伟和一个包裹岩石的女人分站左右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感觉他们才更像一家人 但如果他们是一家人 那我 算什么 一种不想感觉 立刻涌上心头 房门传来按密码的提示音 我赶紧把照片重新叠在一起放回抽屉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端着水盆走出书房 胡伟推门而进 看到我显然愣了一下 老婆 你怎么还在家 我怎么就不能在家 此时我满脑子都是那张照片的事 根本没有理会她话中的意思 没事 胡伟并不介意我的态度 而是接过我手中的水盆 温柔地提醒一句 老婆 你先歇歇换衣服 别让亲戚们等得太久了 爸妈没面子 猛然想到 今天是二叔家堂妹的升学宴 我赶紧去换衣服 一边不停埋怨胡伟 没有提前通知我 胡伟也不分辨 就那样好脾气地听着 果然迟到了 二叔二婶嘴上不说 但脸色已经摆在那里 我捅捅胡伟 让他赶紧拿红包 缓解一下尴尬 但接过红包的二婶 似乎并不满意 有几次甚至故意避过我 而绕到下一位亲戚说话 我当时还在想 二婶真是小肚鸡肠 不就晚了十几分钟 至于这么给我甩脸子 直到和母亲 一起去卫生间的时候 我才明白 原来二婶是嫌我包的红包太少了 我当时就有些生气 我结婚的时候 二叔给了五百块 生毛毛给了五百 我现在包了两千的红包 还少 再说将来堂妹结婚 生孩子 我还是会再掏钱 他们也太贪心了吧 两千 母亲有些惊讶 你二婶悄悄给我说 里面只有五百 可我明明包了两千 然后就把红包放在 虎伟的口袋里 为的是让她拿出来 给她尝尝面子 回到家 虎伟刚把房门关上 我就开始质问她 你为什么拿红包里的钱 虎伟心虚地知无几句 我也没听懂她的话 再想继续追问 她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不出来了 我和虎伟是惊人介绍认识 她是农村娃 凭着自己的努力 在一家上市公司任职 我是家中独女 父母都是退休老师 家境比虎伟家 稍微富裕一些 我性格因为内向 而有些执拗 虎伟看上去 又比较忠厚本分 父母也就默许 我的这段感情和婚姻 虽然我俩从相识到结婚 经历了许多的小插曲 但好在虎伟脾气温顺 不但在她父母面前 就是在我父母面前 也各种地维护我 这让我非常有安全感 而且虎伟在我父母面前 甚至比我还要孝顺 我能想到的 她会想到 我想不到的 她也能想得非常全面 这让我父母对她也很满意 那些因为金钱之类的小插曲 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婆婆对我的怨恨 却越来越深 比如买房子 我让虎伟掏首付 虎伟拖了好久 才拿出三万块 虎伟说 他虽然在上市公司工作 但只是个小职员 薪水不高 这三万块钱 还是他父母 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似乎确实如此 我去过虎伟的老家 一层低矮的小平房 他父母的衣服都是旧的 甚至酷腿的地方 还有个补丁 钱不多 但三万块钱 让我看到了虎伟的心意 但婆婆不乐意 每每我跟虎伟回老家 婆婆总要扯出 那三万块钱的事情 明里按理说 我是刁钻恶毒的老女人 只会欺负和压榨 她憨厚的儿子 甚至在我生孩子的前一刻 给虎伟打电话 她堂而皇之 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喊 女人生孩子 什么大不了的事 又死不了 更何况生的还是赔钱货 不许你多花钱 这句话甚至让我忘了 骨开食指的痛 也让我从出院 直到孩子周岁 再没踏进婆婆家半步 而婆婆 自然也不会上门来看她口中 所谓的赔钱或孙女 我这种性格的人 自然懒得跟一个农村老妇女计较 何况虎伟一直在维护我 并没有半点天坦她的母亲 所以后来我只在过年的时候 才跟着虎伟回老家一趟 送了节礼我扭头就开车回来 甚至连一杯水都不会在婆家喝 任凭婆婆怎么气得拍大腿 虎伟对此却没有丝毫怨言 也没有半点的强求 这也让我觉着嫁对了人 但有了孩子后 虎伟竟然再没有往家里交过一分钱 家里的房贷 各种花销全用着我的积蓄 甚至虎伟还会偷拿我的钱 因为我性格内向 不擅长与人交际 父母为我开了一家小超市 生意还算红火 怀孕前 我有很多精力管理超市的事物 怀孕后 很多事情不得不让虎伟待劳 所以他偷拿我的钱 其实我是知道的 毕竟他对这个超市也有付出 所以我也就睁一眼闭一眼 但突然我手机上 就收到银行的一笔账单 一笔五万元的支出 很多超市进货 大部分都会选择先奢后付 但是像我这种小型超市结款 从来也没有一次性支出这么大的一笔数额 起初我以为是骗子 但问过银行的朋友 说是虎伟在ETM机上取走的 我立刻就给虎伟打电话 询问这钱做什么用了 有个朋友 家里出了事 急等用钱 我就借给他了 虎伟的理由很充分 什么朋友 男的女的 是你同事吗 有没有打借条啊 毕竟现在生意难做 问得比较详细一些 虎伟当时就急了 我朋友借点钱急用 又不是不还 你怎么跟审判人一样 再说了 这个超市我也付出那么多心血 我为你们李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 难道就没有用五万块钱的权利 你还有没有把我当一家人 他说的这么有道理 我竟想不出反驳的理由 我不说话 他却以为我默许了他的偷钱 经常就有银行的账单发过来 数目不是太多 两三百 或者三四百的样子 虽说金额不大 但一段时间积累下来 却也是笔不小的数目 我想再问问虎伟 淡化还没出口 他就已经很不耐烦 李兰 亏你受过高等教育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小家子气 我现在正是事业的上升期 总经理已经放出话 我下个月 有可能会升职为项目主管 这种时候 你还计较那点钱 难道你就愿意 让我一辈子当个打工仔 让你家所有的亲戚朋友 在背后嘲笑我是个吃软饭的 李兰 你要搞清楚 我可不是入赘到你们李家的 她的义正词言 说得我好像在无理取闹 而现在 她竟然连我给别人的红包钱也偷 她偷了这么多的钱 可家里也没见她一分的花销 她用这些钱做什么了 我再次想到她电脑桌抽屉里的那张照片 营业员小乐偷偷打来电话 兰姐 我跟你也干了七八年了 你也别嫌我多嘴 胡大哥每天都从收银台拿钱 以前拿得少 每次两三百 现在一次就拿好几百 生意好的时候拿得更多 如果你知道这事 就当我没说 如果不知道 我也不能瞒你 我有些震惊 这两样钱加在一起 胡伟每天都要拿走我上千块钱 如果她真的用这些钱来做生殖应酬用 我不反对 但如果是其他 我真要好好查一查胡伟的底细了 有人说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有的人生下来衣食不保 有的人却是锦衣玉食 从小生活困难的人 他的心机永远比富裕的人要深重 反倒是我 更显得单纯质朴一些 我从小在父母的庇佑下 无忧无虑 不曾经历过社会的风风雨雨 所以跟胡伟比起来 我的心思太简单了 如果不是小乐的电话 我可能一直都蒙在鼓里 就算是小乐告诉我 我也是慢慢才理出一些头绪 那就是胡伟一直都在各种理由偷我的钱 或许 婚姻的意义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但就我现在的婚姻 不用金钱 用什么 用感情 还是用亲情 胡伟每天想招法地偷我的钱 这能叫亲情吗 胡伟工作的公司 是我一位师哥开的 虽然只是个小职员 但他的工资我很清楚 每个月工资不会低于六千块钱 加上提成的话会更高 但胡伟一直告诉我 他工资太低了 只有三千块钱 我并没有揭穿他 因为我觉得 男人也应该有些私房钱 毕竟交际应酬都需要 但我没想到 他竟然还会偷我的钱 我想笑 自我的嘲笑 在胡伟眼里 我是什么 一个免费的生孩子机器 一个源源不断提供金钱的提款机 要说 以前我还觉着胡伟是个可依靠的男人 但现在 我真要好好反思一下这段婚姻了 一旦有了明确的想法 我也慢慢冷静下来 买这个房子花了两百多万 胡伟家只掏三万块的首付 以及陆续拿出不到两块钱的房贷 除此之外 他对这个家庭再没有任何的风险 甚至生孩子都是我父母掏的钱 再算算胡伟从我这里偷的钱 三年的功夫怎么也得超过五十万了吧 越算我越决心寒 那温顺的背后 竟然是这么狠毒的利润 我真是眼瞎了 我告诉小乐 不许胡伟再拿钱 如果他硬来 就打电话给我 我又把银行卡里的大额存款全部换成定期 这样胡伟休想再随意取钱出来 然后我就等着胡伟来找我兴师问罪 果然两天后 胡伟脸色阴沉进了门 重重往沙发上一坐 斜眼盯着我 我知道他已经不想再装了 我努力不去看他 给女儿冲奶粉 换尿布 喂奶 哄女儿睡觉 然后自己洗漱 就在我进屋关门准备睡觉的时候 胡伟挡住了门 看着她的脸色 说不害怕是假的 但我早已经设置好紧急联系人 我在体校里的两个双胞胎表弟 我告诉他们 如果我打电话而没有声响的话 他们就要第一时间赶过来 表弟说 姐 你放心 我这举重冠军不是吹出来的 胡伟一把抓住我的肩膀 极力压制着愤怒 李兰 你想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让我很丢人 我今天请经理吃饭 结账的时候 发现卡里竟然刷不出钱 我的前途全让你毁了 我冷笑 胡伟 你也上班这么多年了 你刷不了我的卡 我就不相信你自己一分钱 没有 我 还有 当初买这套房子 父母说好是借钱给我们 是要还的 现在三年过去了 一分钱也没还过他们 前两天我爸妈说这件事了 所以 你朋友借的那五万块钱 你尽快要回来 李兰 你这算什么 当初借给人家钱的时候 我可没说急着要 那是你的问题 我狠狠推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胡伟 你要搞清楚 那五万块 是我的钱 我用力把门给关上 赶紧上了锁 捂住砰砰乱跳的心口 冷汗直冒 我听到胡伟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脚步声很乱 这一夜 我睡得提心吊胆 我怕胡伟真来个狗急跳墙 到时苦的 就是我这嗷嗷待哺的小女儿了 好在胡伟还没有失去理智 或者还有什么东西 让他不舍得失去理智 并且第二天他表现的异常殷勤 一大早就做好早饭 在我要充奶粉的时候 赶紧接过去 我来我来 老婆你去洗漱 把早饭吃了 凉了对胃不好 他充奶粉 换尿布的咸熟的手法 看得我目瞪口呆 要知道我们女儿周岁了 她从没有给充过奶粉 和换过尿布 而现在 她比我这个母亲还熟练 我一下子又想到那张照片 我越发地感觉 胡伟还有更丑陋的事 瞒着我 我第一次跟她去婆家 婆婆就有意无意地说过 在他们农村有个习俗 年轻男女谈对象 先不结婚 什么时候等生了儿子再扯结婚证 这样男孩能合法地上户口 也不会被罚钱 当时我对这种事是嗤之以鼻 婆婆还要再说的时候 被胡伟给制止了 说她母亲在胡说八道 但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亲戚过来陪课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 看胡伟的眼神各种暧昧不清 但那个女人长得什么样子 我有些模糊了 我决定主动出击 平平静静两天之后 我在晚饭的汤里下了点安眠药粉 这种剂量虽然不能让胡伟立刻陷入沉睡 但至少可以让她的睡眠质量变得很好 我用人脸识别打开了胡伟的手机 当所有的聊天记录出现在我眼前时 尽管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却也是憋屈地心口绞痛 当年胡伟斥责她母亲胡说八道 说那些习俗都是糟粕 那么的义正词言 却没想到 她把这个习俗玩得如此娴熟 早在和我结婚之前 她就已经和那女人在一起 在我女儿出生之时 她早已经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而在我坐月子之际 她也没闲着在老家努力耕耘 为胡家传宗接代 在我女儿周岁的时候 她们胡家日夜期待的接班人出生了 聊天记录里 那个叫秀之的女人 哀怨地询问胡伟什么时候离婚 阿伟 你说过 等我们有了儿子 你就回来娶我 儿子都满月了 你什么时候兑现你的诺言 秀之 我们现在有儿子了 我大然想第一时间回去陪儿子陪你 但是 为了我们儿子 以后的幸福和前途 我还得再坚持一段时间 那女人很傻 我准备再多搞些钱 秀之 我准备把儿子的户口上到城里 这套房子上 到时候 咱们儿子就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相信我 以我的世界观 我万万没想到 世间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气到浑身哆嗦 恨不能把胡伟千刀万挂 当时就要报警 告胡伟重婚罪 但是 等等 如果胡伟有案底 我女儿的前途也就毁了 而且 用我一生的阴影 只换来她区区几年的刑期 我不甘心 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一刹那间 我想过无数种 报复胡伟的办法 却又迅速地否定 不是惩罚太轻 就是太不现实 我要考虑的太多 胡伟翻了个身 动静一下子 惊醒沉思的我 我竟然呆战了两个多小时 再打开她的付款记录 更是让我震惊到愤怒 她给她的儿子 买最好最贵的 婴儿用品和玩具 甚至在她儿子满月的酒席上 她给那个未进门的所谓妻子 封了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的大红包 而这些钱 全都是我的 如果不让她在地狱里永受痛苦 真对不起我受的这些屈辱 咬紧牙关 努力让自己镇定 把所有的证据都翻拍下来 手机虫心色回到她的枕头下面 回到我和女儿的房间 女儿睡得很香甜 粉嫩的脸蛋泛着淡淡红韵 为了女儿 也为了我的父母 我决定跟这个魔鬼好好斗一斗 看得出来 胡伟睡得很好 一大早满面红光 刷牙都在哼着歌 我故意说道 胡伟 我在做早饭 你给宝宝冲下奶粉吧 来不及了 我忘了今天还有个早会 这两天胡伟眼看我没什么异常 大概真的以为 我就是个傻兮兮的女人 随便哄哄就可以了 我笑着送上我做的早餐 工作在忙 也要顾好身体 你累倒了 我和宝宝怎么办啊 不吃了 来不及了 她甚至连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 一把推开我 冲出家门 我不着急 好戏永远都在最后 九点钟 我把女儿放在围栏里 让她自己爬着玩 而我则拿起手机 给胡伟的同事打电话 我把她的通讯录也拍了下来 你好 我是胡伟的妻子李兰 我很客气 关于你前不久借我家五万块钱 我家最近急用钱 麻烦你还一下吧 嫂子 我没有借过胡伟的钱 对方很客气 我呜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十点钟 我给女儿喂了奶 抱着她哄睡觉 又拨了那人的电话 依旧是一样的说辞 这次对方的语气 有些不耐烦了 我也不急 十二点 估计他们已经下班正在吃饭 我再次拨通那个电话 对方这次彻底急了 吼了起来 我什么时候借她的钱了 胡伟 胡伟你给我出来说清楚 我什么时候借你钱了 挂断电话 这两天郁杰在心里阴霾 一下子轻松许多 下午两点钟 我午睡醒来 略微洗漱 又开始给胡伟的 另一位同事打电话 你好 我是胡伟的妻子李兰 我很客气 关于你前不久 借我家五万块钱 我家最近急用钱 麻烦你还一下吧 对方提着胡伟的名字 骂一句粗话 挂断了电话 我不急不躁 再换一个人打 同样的说辞 一下午又打给了三位同事 虽然我知道 那些钱全都被胡伟花 在那女人身上 但我想让胡伟在公司里 好好地出出名 虽然我给师哥打电话 师哥会直接开除胡伟 但那种直接 让我没有成就感 我就想让胡伟 身败名列 胡伟醉熏熏地回来了 一推门眼睛血红地瞪着我 声音嘶哑地吼叫 李兰 你到底想干什么 把我的名声搞臭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满脸无辜的看着他 胡伟 你怎么这样说 今天表弟说 家里有市集用钱 你也知道 咱家的钱都存了定期 一下子拿不出来 我想你朋友借钱 也借了好长时间 但是你又不说是哪个朋友 我只能打电话问问了 你为什么不先问我 胡伟上来就要动手 我两个表弟立刻护在我面前 姐夫 怎么 喝了点酒 还想打我姐 我 我没有 胡伟立刻耸了 我只是想 想跟你姐好好谈谈 胡伟 现在哪还有时间谈呢 表弟急用钱呢 你赶紧把那个钱要回来吧 我站在一百八十斤的表弟身后 故意地催他 钱 借给老家的朋友了 我已经催过他 等我休息的时候就去拿 我故意做出无奈的样子 表弟 今天太晚了 你姐夫又喝了酒 要不 明天我 让你姐夫请假去拿钱 一定不会耽误你的事 那就明天吧 表弟抬腿要走 我看到胡伟明显偷偷地松了口气 于是拉了一把表弟的衣襟 表弟立刻停下脚步 看看墙上的挂钟 姐 这个点学校都锁门不让进了 我们只能在你家凑合一晚上了 胡伟的脸色明显僵硬起来 但实力悬殊 他不是傻子 而我很久没睡过这么香甜的觉了 一大早 我化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妆 又给女儿穿上漂亮的衣服 我抱着女儿 两个表弟拎着两个大包 大模大样地坐上车 催促着胡伟 姐夫 快点开车 赶紧拿钱 急用呢 我想如果表弟不在身边 胡伟肯定会一把掐死我 但我很喜欢看他气得要死 又干不过我的样子 一年之后 再踏进婆婆的家 有一种鸟枪换炮的感觉 原本的平房换成两层小楼 装修得格外奢侈 婆婆穿金带银地跑出来 一看到我和我的女儿 满脸的笑容立刻僵在脸上 阴阳怪气道 哟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大少奶奶舍得来我们这个穷地方了 妈 你进屋 胡伟一把推开她母亲 趁机使了个眼色 婆婆还要再说难听话 两个表弟从车里钻出来 一左一右站在我身边 婆婆立刻闭了嘴 就往屋里钻 与此同时 院门被推开 一个女人兴高采烈跑进来 亲密地直呼 阿伟 你回来了 阿伟 我一眼就认出 她就是给胡伟生了三个孩子 却始终没有名分的女人 我以为自己会恨她 但相反却并没有这种感觉 只是觉得她可怜 一个只能画柄冲击的可悲女人 我笑眯眯看着她 她底下的画硬生生咽下去 大概咽得太急 打起格来 阿伟 这位大娘是谁呀 我回来的次数少 很多长辈都不认识 这个女人看着 也就比我大上四五岁的样子 但我偏偏把她往长辈上抬 天底下的女人 没有一个不在乎自己的年龄和相貌的 就算这个女人此时捧头垢面 肯定也不例外 果然 她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她 她是隔壁的邻居 跟你差不多大 你叫她嗅之姐就行 胡伟尴尬解释 女人眼神哀怨盯着胡伟 我分明看到泪花在她眼里打转 却还是抢几出笑容 是的妹子 叫我大姐就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做出愧疚的样子 让表弟把带来的大包裹拿出来 一边催促胡伟 阿伟 别忘了正事 赶紧去找你朋友拿钱 表弟着急呢 胡伟还想再说什么 被大表弟指往门外挤兑 我拉住那个女人 秀之姐 我看你这个样子 是不是才生过孩子啊 女人垂下眼皮 小声地说是 南韩女孩呀 我拿出一件件全新的衣服 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胡伟当初买婴儿衣服 也不分南韩女孩 只要好看就买 你看我女儿都周岁了 这些衣服也没穿过 你要是不嫌弃 拿给你家宝宝穿吧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我把那些衣服卷起来 硬塞到她怀里 胡伟就是个女儿奴 几乎天天给孩子买衣服 玩具 小孩子长得快 根本都穿不过来 好几百衣件 扔了怪可惜的 女人脸色开始明显不对 我抱起女儿 又向着表弟喊道 弟弟 快把奶拿过来 妞妞饿了 再继续向那女人说道 说起来也不好意思 我们家胡伟 怕我喂奶身材走呀 从小就给妞妞 买最好的进口奶粉 两千多一罐 罐得这孩子特别挑食 对了 秀枝姐 你是喂母乳的吧 母乳好 孩子身体好 秀枝估计 已经完全听不下去 抱着那一大堆衣服 姿势僵硬地往外走 妹子 孩子这会哭了 我得回去了 看着她的背影 我笑了 胡伟回来了 果真拿回来五万块钱 虽然她在极力掩饰 但我能看出来 吃进去的东西 活生生 让她吐出来 不肉疼才怪 你这个朋友 还挺守信的 我把钱往表弟怀里一塞 表弟 难得你们到农村来一趟 吃过饭再回去吧 姐 你不说我也想说呢 表弟满脸兴奋地 看着院墙头上 来回夺步的大公鸡 咱们城里可吃不到 这土生土长的大公鸡 姐夫 你不会不舍的吧 怎么会 胡伟立刻就喊她母亲 逮鸡杀鸡顿鸡 婆婆更加地肉疼 但看着我 那俩魁梧的表弟 大气也不敢出 而我就抱着女儿 一步一驱守在胡伟身边 不时地靠在她身上 秀个恩爱 我知道秀之虽然住在隔壁 但这会肯定是 躲在某个角落里偷看呢 我此行的目的很简单 一是拿回胡伟偷我的钱 再就是秀恩爱给那个女人看 尽管我没有太多的心机 心思也简单 但我不相信 一个女人在替别人 生了三个孩子 在苦苦期待名分的时候 看到自己所等的那个男人 与别的女人轻轻我我 会没有嫉妒 没有愤恨 在我们开车离开的时候 我从后视镜来看到 秀之抱着孩子 披头散发冲进婆婆家 随着距离的拉开 我隐约听到 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吼叫 骗子 我的心情格外舒畅起来 从婆婆那里回来 我并没有回家 而是让胡伟把我送回娘家 胡伟 我在我妈家住几天 你自己先回去吧 表弟要回学校上课 不能时刻保护我 狗急了跳墙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我把婆婆家弄得鸡飞狗跳 胡伟肯定不会放过我 当然 我也不需要他放不放过 最重要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我把胡伟的聊天记录 和他的全家福摆在桌面上 抱着女儿哭的梨花带雨 爸 妈 我受不了了 我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 明明已经有两个孩子 还欺骗我 现在还不停地偷我的钱 给那个女人 爸 妈 我要离婚 爸气得直哆嗦 婚 是一定要离的 但也不能轻易放过那个混蛋 爸 我擦了一把鼻涕 这件事 得需要诗歌帮个忙 一日为师 终身未复 诗歌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对我爸特别地尊敬 对我这个师妹 也特别地爱护 当初我让师哥把胡伟安排到他的公司去上班 就是为了帮胡伟 却没想到 现在却成了我收拾这个人渣的最好契机 真是悲哀 师哥看着那些证据 沉吟片刻 问我 妹 你打算怎么办 是让他永远翻不了身 还是教训教训 想到这几年我所受的屈辱 我深吐一口气 一字一顿道 我要让他 下 地 玉 师哥看着我 我也紧盯着他 伴赏师哥点点头 妹 你长大了 我知道师哥的公司有个规定 公司经理以及业务人员 在跟进项目时 进货方会要求供应方预付 10%的定金来控制质量 一般来说 公司会垫付这笔费用 但前提必须是项目90%稳妥的情况下 否则这笔钱有可能就打水漂 但公司同时也有规定 明知道项目会失败 还应去交纳定金 那么办理这个项目的相关人员 要全额赔偿这笔定金 这就是预防有人钻定金的空子 我希望师哥先提拔胡伟做上项目经理这个位子 毕竟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位 然后交给他一个大项目 最好是千万级别的大项目 10%的定金可就是一百万了 当然 无论胡伟怎么努力 这个项目永远不会成功 这就是我给胡伟下的套 但我能力有限 只能借助师哥出手 胡伟也真是利欲熏心 再明知道项目存在各种漏洞 还是强制他的手下去签署文件 他还抱着侥幸心理 毕竟这个项目拿下来 提成都可以让他儿子进贵族幼儿园了 结果他当然是失败了 一百多万 胡伟作为项目经理 要承担90%的赔偿 胡伟各种哀求 师哥只有一句 要么赔钱 要么以出卖商业机密 把他送进去 胡伟 我这个项目可是板上钉钉的事 竟然能被你搞砸 师哥冷笑地看着他 这个项目已经被竞争对手拿下 你收了对方多少好处 万总 我真的 真的没有 师哥不再听他任何的解释 给他三天的时间 让他赶紧筹钱 而我能告诉他 师哥的竞争对手 其实是他的另一个分公司吗 我当然不会说 一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 就算胡伟把我三天的营业额度都偷走 也不过几千块钱 唯一能弄到快钱的地方 就是卖房子 而我们的房子还在贷款期 价格肯定会大幅缩水 最主要的是 房子大部分首付和贷款都是我拿的钱 胡伟再次耍起了苦肉计 而他的苦肉计 却又恰恰是我想要的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又把两个双胞胎表弟带上 把钥匙留给他们 让他们在门外候着 推开门 我第二只脚还没踏进屋呢 胡伟扑通就跪在我面前 抱住我腿痛哭流涕 老婆 救救我 救救我 她各种哭诉自己的努力 说就是想给我和女儿更好的生活 才会被对方给骗了 老婆 我当时真的一门心思 想着拿到提成就能把咱们房贷还清了 你也能轻松下来 老婆 还想给咱们女儿一个美好的未来 可是 我失算了 老婆 对不起 你帮帮我吧 我慢条思理坐下 看着她 一百万不是小树木 我爸妈的积蓄给咱们买了这套房子 超市现在赚不了多少钱 你打算怎么办 老婆 我算过了 胡伟紧挨住我 灼臭的口气让我作呕 我们先把这个房子卖了 差的钱 再跟爸妈借点 我认识银行的朋友 实在不行 或者用爸妈的房子抵押一些钱出来 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种时候 她竟然还想继续吭炸我的父母 对胡伟最后仅存的情意彻底抛弃 我冷笑起来 怎么 这种时候 你们家里还想一毛不拔 不好意思 我爸妈没有义务为你的错误买单 这个房子 我也不会卖 至于你是什么下场 我也管不了 我有暗底的话 将来咱们女儿的前途就毁了 胡伟知道 我的软肋 我没有理睬 她还会想到女儿的前途 早在她骗婚之时 我女儿的前途已经大受影响了 老婆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胡伟再次跪在我面前 老婆 求求你 把房子卖了吧 我不想坐牢 我冷冷盯着她 缓缓说道 卖房子可以 但卖多少钱 我也无法决定 余下的钱 你们家出 否则 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 胡为脸色铁青 恶狠狠点下头 二百万的房子 只卖了六十万 买主是我家的亲戚 当然名字还是我的名字 而胡伟这两个字 彻底地消失了 我当然不会告诉她 余下的四十万 婆婆不但把她的房子卖了 就是绣支柱的那套 准备给她们当新房的 二层小楼也卖了 毕竟农村的房子 卖不出价钱 就这样还差了几万块的缺口 卖房子的时候 我也在场 当然 我的保镖表弟也时刻相随 我亲眼看着绣支抱着孩子 从隔壁的新房里出来 怨恨地盯着我 我微微一笑 紧紧微在虎尾肩壁 露出满脸幸福 虎尾大概是觉着 我还有点用处 所以下意识地搂住我 绣支的神情变得猙獰起来 我只当看不到 走向秀枝 故意低声而又带着炫耀的语气 秀枝姐 我们又买了一套新房子 要二百多万呢 没办法 学区房就是贵 但为了我们女儿 再贵也得咬牙坚持 对了 我女儿下个月就要送去托儿所 全市最好的贵族托儿所 真是辛苦阿伟 要更加拼命地赚钱养我们母女俩了 秀枝的脸色越发铁青起来 她一语不发 抱着孩子静止走向正和母亲摇耳朵的虎尾身边 把孩子狠狠往她怀里一塞 混蛋 骗子 你们全家不得好死 孩子被她一扔 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虎尾母亲急了 秀枝 你疯了 再生气 也不能用我的宝贝孙子撒气啊 秀枝死死盯着虎尾母亲 我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 秀枝 你先回去 别在这里添乱了 虎尾还以为自己是秀枝心中的神 有些不耐烦地命令她 秀枝开始发出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的笑声 在虎尾娘俩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把抢过大哭不止的婴儿就摔在地上 时间仿佛静止一般 我没想到秀枝会做出如此极端的事情 而更极端的还在后面 就在虎尾母亲呼天枪地去抱孙子 虎尾恼羞成怒地扇打秀枝耳光的时候 秀枝压抑许久的怒意瞬间爆发了 他猛然一把抱住虎尾 狠狠一口就咬在虎尾的脸上 脖子上 血一下子就吃了出来 我和两个表弟完全地吓傻了 在村里人大力地拉扯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秀枝从虎尾身上拉开 看着血肉模糊的两个人 我和表弟吓得落荒而逃 虎尾在医院里待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脸上身上落了许多疤痕 其实这些疤痕可以用激光消除 但费用特别高 我自然不会替他掏这个钱 而且我也准备好了离婚协议 离婚吧 胡为眼皮翻动 眼珠乱转 破相的脸上一片猙獰 我冷笑 拿出所有的证据 如果你还想从我这里吭骗些什么 我劝你省省吧 这些东西绝对会让你在里面待上五六年 我不想做得这么绝 是因为秀枝和孩子还在等着你 对了 还有你那个受了惊吓 半身不随的母亲也在等你 胡为还想再说什么 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 不甘心地签了字 我可以预见胡为未来的日子 是什么样的情形 既养在亲戚家的两个女儿 被人送了回来 视为心肝宝贝的儿子 被秀枝摔坏了大脑 引发脑瘫 而秀枝气火攻心 神志不清 经常会无缘无故攻击别人 而胡为的母亲 儿子受伤 孙子一辈子的残疾 老了 老了连个容身之所也被卖掉 气到半身不随 这种生活对胡为而言 应该是举步为奸了 人生就是这样 总以为自己聪明 但往往费尽心机的聪明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优优贤 原本 我们不过 呆